不尝试这款游戏 你是真不知道这游戏有多少种死法 原本以为空头箱里有不少好东西 满怀期待的等到时间结束 心想终于可以一夜暴富了 结果 空头箱爆炸了 合着这计时就是个爆炸倒计时呢 我还傻乎乎的把自己给关进去了 结果炸得死无全失 回去连装备都找不到了 在路上认识了一位叫瘦瘦的人家 名字非常的符合他 确实挺瘦的 他表示一个人生存非常困难 想要与我结伴同行 好家伙 我也是个菜鸟 每天都在解锁不同的死法 但是 既然他都开口了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那就一起吧 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不过看他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 我以为他没有记早 所以我也没有再提 嗯 里面还有一只丧尸 果然两个人干起来比一个人轻松多了 来到了军事基地 就有一个铁箱被上锁了 当我正在研究怎么制作开锁工具时 突然听到了耳边有丧尸的声音 好家伙 他竟然引来了两只丧尸 遇上我这么热心肠的人 拎起斧头我就上了 两只丧尸很轻松的就搞定了 不过我感觉这个瘦子好像有点愣头愣脑的 总是给我带来麻烦 看到我在上锁的柜子这里待了半天 他好像看出来了我的想法 而话不说拿起叉子就要翘锁 不过我们那可是文化人 读过书的 从背包里拿出螺丝刀和开锁工具丢在地上 这你总不能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吧 看到瘦子拿起螺丝刀已经开始实操了 我被感欣慰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锁打开 在隔壁发现了第二个被上锁的柜子 这时瘦子也来了 并且和我表示刚才的柜子难度太大 开锁工具已经全部报废了 好家伙拿我东西练手呢 不过看他这么有兴趣 我又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些制作开锁工具的材料 看样子一时半会是打不开了 来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 由于动作太大引来了 三只丧尸 好在我动作快把门给关上了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被丧尸挠了一下 无妨 我有万能破步 简单包摘了一下伤口 来到了二楼 好家伙 这里有五个保险柜 当时我就拿出手机 给瘦子打了个电话 瘦子一个箭步就冲过来了 看他开锁的技巧越发的嫌熟 看来要成为一个开锁大师 那是指日可待啊 想到这里 我就不禁露出了一母像 第一个柜子打开了 里面有一些弹药 但是这时我听到了外面有丧尸的声音 为了让瘦子专心的开锁 我便出来寻找丧尸的踪迹 没想到丧尸来了一个深冬机器 去攻击瘦子了 掏出斧子我直接就是一套组合剂 丧尸被我干得直后退 随时有丧命的可能 说实话我都没明白自己怎么死的呀 原来瘦子这一锤锤到我了 当时就给我干昏迷了呀 然后丧尸又补了一掌 我人直接没了 瘦子的这一锤子注定了我们只能当表面兄弟了 好气哦 跑了十几分钟 我终于又回到了这里 前期刚才掉落的装备 瘦子的旁边下转好像在说 有我在 你别怕 在我调整好状态的时候 门口的丧尸也被瘦子给清理掉了 嗯 好像我都被包里有手枪 这游戏如果手枪没有弹夹 那就只能一发一发的打 所以捡到枪了 你还得有匹配的子弹 上司才跑到屋子里来了 我去有两只 不行换个地方躲 瘦子有枪 他这个枪法一会儿又该把我给弄死了 你看我说什么 他是一枪也打不中丧尸啊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瘦子你躲开点啊 我这斧子不长眼的 轻松搞定两只丧尸 门口还有 看招 要死了 斧头不管用 那我只能掏枪了呀 清理掉门口的丧尸 赶紧拿出万能破步爆炸伤口 好家伙就这一会儿干了五刀伤口出来 搜寻完基地 我决定去B3的防空洞碰碰运气 瘦子表示也想跟去 想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那我就同意了呀 不过他的速度太慢了 我每次前进一段路程 就得等他一会儿 已经抵达防空洞外围 进入了防空洞 一定要放慢脚步 周围的丧尸非常的敏锐 我们的目的是进入防空洞 要是吸引了防空洞外面的丧尸 那就会很麻烦 嗯 就在这时 我竟然看到了防空洞外面有一部车 在掩体后面潜伏了一会儿 我决定进步过去看看防空洞 是不是已经打开了 如果防空洞打开了 那说明对方已经进入了防空洞里 我们再进去也无济一试 只能足乱打水一场空了 嗯 防空洞的弹门已经打开了 看来我们晚了 不能确定对方人数 但我觉得肯定比我们人多 而且我们两个都是菜鸟 就别进去丢人了 不如将他们的车进来 然后我们前往下一个防空洞 虽然有点远 但是现在有车了呀 哎呦 兄弟慢点 车辆耐久度不太够了 哎呦 哪有下完坡踩油门的呀 我去 车都干冒烟了 再撞一下就报废了呀 优着点啊兄弟 嗯 情况不对呀 耐久度在持续降低 瘦子快停车 快停车 停停停停停停停 好停了快下车 快跑快跑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